最後的一個參考 我想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今天的討論提綱 我想今天已經有五點的建議 也請各位來做一個參考 首先為了節省時間 我們是不是先介紹 我們現在已經到場的學者專家 依照我們出席的簽到的順序 我首先先介紹 經濟民主聯合賴宗強召姐 第二位介紹是政治大學法律系 王文杰教授 謝謝 第三位介紹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蔡宏正教授 謝謝 那麼第四位介紹 國會調查兵團王孝成代表 謝謝 第五位介紹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謝哲勝教授 謝謝 第六位是淡江大學 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 蔡樹林主任 對不起 范樹林主任 對不起 謝謝 我們還有我們姚文智委員也到場了 謝謝 那等一下其他專家學者到場的時候 我們再陸陸續續來幫各位介紹 其實為了節省時間 我想我們就介紹主要的行政官員 首先先介紹我們行政大陸委員會 主任委員夏立言夏主委 財団法輪海峽交流基金會林董事長 那麼其他的官員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 我們就為了節省時間啊是不是就不再一一的介紹 那麼 我們依照過去的程序跟慣例呢 我們先請大陸委員會夏主委立言跟海峽交流基金會林董事長來先行跟各位做報告 我們再按這個簽到的優先順序呢 來請學者呢做第一輪的發言 那行政機關代表如果有回應了 到時候呢再請來做發言 那本院委員發言的順序呢 由主席來看市狀況來做決定 原則上每個人是8分鐘或者是6分鐘 等一下看各位的意見 那第一輪發言結束以後呢 我們再請如果各位學者專家 還有其他的高見呢 我們再進行第二輪的發言 是不是各位同意 用這種方式來進行今天的座談 好 如果可以 我們首先先請 陸委會夏主委來先做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學界及業界的先進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早安 很榮幸受邀參加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主辦的這個座談會 以下僅提出相關說明 敬請各位指教支持 第一個 草案的援起 為了提升兩岸協議 推動過程的透明度 強化國會監督跟公眾參與 並確保國家安全 參考各界版本草案 及立法院意識的潛力等 行政院提出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訂定協定处理及監督條例草案 是在去年的4月3號 由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 行政院版本一共有25條 重點如下 第一 是以兩岸條例中 既有的國會監督程序為基礎 92年兩岸條例修正時 已經增定了七個條文 納入相關處理及監督的機制 行政院版本 是在這一個基礎之上 強化以及建構整體的兩岸協議 處理及監督法制 第二 我們是分成四個階段 向立法院及社會大眾 進行溝通及諮商 行政院版本 明定行政機關在辦理 兩岸制度化協商時 應分成四個階段 向立法院及社會大眾 進行溝通及諮詢 行政院版本也規定 立法院及社會大眾提供的意見 應作為協商簽署 及執行的重要參考 以落實立法院及社會大眾 對兩岸協商過程 及協議內容的監督 並爭取民眾 對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支持 第三 通過國安審查後 才能夠繼續協商 並且簽署 行政院版本草案 建構兩岸協商議題的 国家安全評估標準流程 確保兩岸協議 不會有危害國家安全的問題 才可以繼續辦理 後續的協商及協議簽署的事宜 第四 明定兩岸協議 審議及被查的相關程序 行政院版本草案 也參考立法院直選新司法 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釋意旨 以及立法院議事前例 納入兩岸協議的立法院 審議或被查的相關程序 第五 明定協商的原則 保密的義務 利益衝突回避等義務 有關外界意見的回應說明 第一 有關立法院 可予事先充分參與 事後充分監督 關於外界表示 行政院本欠缺國會監督一事 行政院草案以明定 行政部門應分成四個階段 向立法院院長 副院長 朝野党團 相關委員會 召集委員或委員等 充分進行溝通及諮詢 並應配合立法院 相關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 而於簽署之後 兩岸協議即因依法 送立法院審議或被查 立法院可予事先充分參與 事後充分地監督 關於外界表示 行政院版要到協商 幾乎確定後 才能舉辦公盯會一事 依據行政院版本草案規定 行政部門在四個階段 都可以舉辦公聽會 並可透過主動辦理 或出席各項說明會 座談會 協調會等多元方式 多面向的強化 與社會大眾的溝通及諮詢 未來還會設置網路溝通平台 公開相關的資訊 並廣泛征詢各界意見 至於外界表示 行政院版欠缺衝擊影響評估機制 事實上行政院版本草案的 國家安全審查機制 就是嚴謹程序 衝擊影響評估機制 國家安全審查機制 已經納入了相關機關 及學者專家的參與 且審查項目涵蓋全面 包括國防軍事 科技 兩岸關係 外交及國際關係 經濟 就業 社會資訊的 各個層面的影響 過程嚴謹 也具國家安全的高度 於是 兩岸協商 都是在完成立法院相關程序之後 才啟動生效 尊重國會監督 關於外界表示 行政院版本可以自動生效一試 依行政院版本的規定 協議的內容如涉及法律修正 或應於法律定制者 應送立法院審議 需經一決通過後使生效 至於學議內容 未涉及法律修正 或無需另一法律定制者 應送立法院備查 立法院可改審查方式進行 如三個月未完成審查 得以立法院直選刑事法的規定 再延長一次三個月 如届時 容未完成審查者 視為已經審查 這主要是參考立法院直選刑事法 相關的議事前例 及司法院大法官 市制第329號解釋的議旨 以避免兩岸協議 未涉及法律修正 卻又長期懸而未決 影響人民權益 兩岸協議必須完成立法 相關程序後 才啟動生效 並非自動生效 關於外界表示 行政院版僅能包裹表決 其實行政院版 草案並未排除立法院 就協議部分內容 決議修正或保留 但協議一部分沒有通過 其效果跟全部不通過是一樣的 結果都必須與對方重啟協商 這是國際談判慣例 也是司法院大法官 市制第391號解釋的理由 揭示 立法機關僅有批准 與否之權的意志 關於外界表示 行政院版人權保障不足 行政院版草案第四條的 協商原則明定 兩岸協議之協商 應保障人民福祉以權益 此項規定清楚表達 政府在簽訂兩岸協議時 應該要注意到 人權問題的立場 實際上 兩岸協議已經在 許多個別的議題中 具體落實人權保障 例如 投資保障協定的 限制人身自由通報 司法互助協議的 受刑人揭反 都是以具體的條文 來落實人權的保障 目前 協商中的兩岸兩會 互捨辦事機構 也包含人道探視等 人權議題 婕宇自97年6月 兩岸恢復制度化的協商以來 已簽署21項協定 兩岸協議不僅 與民眾的權益 福祉息息相關 兩岸制度化協商 也為兩岸關係的 和平穩定 奠定了重要基礎 因此 兩岸協議處理 監督法制化 應該以 兩岸交流 不能停 監督條例 要可行的 作為 規劃與設計的原則 行政院版本 是在仔細地研究 歷史簽署協議的運作經驗 意識的潛力 各界版本的草案後 所提出 核限 務實可行的 處理及監督條例 我想行政院 是抱持了一個開放的態度 對於各個不同版本 有好的地方 我們都會虛心地來接納 因此我們期盼 能夠早日完成立法程序 以促進協商 有序運作 兩岸持續交流 並具體回應人民的期待 報告完畢 謝謝各位 我們謝謝 夏主委的報告 接下來我們請 海級貴 林董事長的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專家學者 各部會的代表 夏主委 那麼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曾邀列席大院 舉行的 台灣地區 以大陸地區 訂定協議處理 及監督條例草案 的這個座談會 深感榮幸 本會是在政府授權之下 來辦理兩岸協商交流 及服務各項業務 有關兩岸協議 協商建立法制化 監督機制 本會將依據政府的規劃來辦理 有關政府政策規劃 以及院版兩岸協議處理 及監督條例草案的要旨 剛才陸委會下主委已經做了報告 現在扁會 僅就貴員委員會所訂的討論提綱 提出檢料的報告日下 那麼依據憲法第38條 第58條第二項 及第63條的規定 總統依照憲法之規定是行使 締結條約之權 行政院長過部會首長 需將 需將 因行提出於立法院的條約 提出於行政院院會議決之 立法院有議決條約的權力之權 另外依照大法官 世子第329號的解釋 條約內容 直接涉及國防外交財政經濟等之國家重要事項 或直接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 且具有法律上效力者 應送立法院審議 兩岸協議雖然不是剛才所提到的329號解釋的一個對象 為恒之其精神有關兩岸協議 國會監督的憲政分跡 遠於依該解釋意志為之 因此兩岸協議 那麼談判是行政機關的前線 立法機關則有審議協議的權利 此外 我們台灣地區以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以下我們簡稱兩岸條例 第五條的規定 協議內容 主要涉及法律之修正 或者因立法律定資者 那麼因送起立法院審議 內容 為涉及法律修正 或者無息 另立法律定資者 因送起立法院憲查 這與憲法 國會保留原則的意志是完全相符的 國會可有相當的監督 因此 在我國憲法以法制架構之下 行政機關辦理兩岸協議協商談判 以國會監督的憲政分距是相當明確的 那麼第二部分是 就如何在我國憲法架構之下強化國會參與監督 這部分在行政院辦兩岸 那麼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的第六條第八條都明定了協議相關主管機關應該依照四個階段也就是協商議題形成的階段 協商議題那麼業務溝通 那麼這個階段跟協議簽署前的階段以及協議簽署後的階段 這個草案第六條也規定 行政機關必須說明議題目標協商的啟程協商的範疇 業務溝通進展與成果協商重點跟因應的方向 影響評估進行專案報告等等 如溝通事項涉及到機密事項 以不公開或秘密會議方式來進行 為涉及機密或事實敏感不受於公開則 必要時都以秘密方式那麼行之 因此國會已有相當程度可以了解我們整個協商的進度 而且也比較能夠那麼信守協商的這個機密 目前聯邦條例第五條已經明文規定 兩岸協議簽署以後 行政院應即送立法院審議或備查 立法院可進行監督 上市監督條例的設計 完全是符合憲法權力分立的原則 橫平保障行政的協商權跟立法的監督權 不僅能維護行政立法分錢的設計 更有效來強化國會的監督跟參與 那麼下面就如何在兼顧資訊公開 以及協商談判需求之下 來強化公眾參與的這樣一個監督 那麼在協議簽署之前 以社會大眾進行溝通跟諮詢的方面 行政 主席 我們的監督主席 邱文彥議員來站帶這個宣誌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也樂於 能夠讓藝術盛產 讓整個藝術監督趕快來進行 所以在整個大家查審協議以後 因為還要經過台臺的同意 因為大家既然要審 審的話當時也協議當中也有監督兩點 就是一定要先開公兵會 公兵會反而又再進入審查 同時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無論是國民黨或者是 或者是民進黨的交易主委 我們啊 就是啊 互相交例來審議 共同的話把這個節目調理完成 這我今天要特別抓到 這個處處善意 但是啊 依照議事規則啊 公聽會啊 一定要五天前通知 發通知嘛 因為為了整個議事消費 所以我們五天前啊 就發那個公聽會的這個公文 但是我們當時又比例一樣 就是說萬一禮拜後 這個台臺接西邊谷的話 那這公聽會的話 就等你啊 沒有交下來 沒有負到委會 所以請你自己啊 就把公聽會改為座談會 目的就是在於啊 增加專家學者啊 以及監督條例啊 立法過程的一個比較順暢 至於剛剛的經營委員的這個意見啊 本期表示尊重啊 更多的記錄啊 更多的讓社會大眾來轉播 本期表示支持 但是啊 最主要的話是 立法院怎麼規定 這個是最後的 這個法官 謝謝你 謝謝張先生委員幫我說給 今天是 站帶 剛剛 我們組 張招文說站帶 但是帶這一次啊 帶兩次 還是以後都在帶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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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概叫朝野上面 朝野要共同協賞 那剛才轉播的問題呢 如果依照我們這個錄音錄影的規則啊 其實 議院會跟委員會呢 都要全程的錄音錄影 但是呢 我們這個算不算委員會下的會議 這是 但是要不要從言解釋 從寬解釋 我想這個 今天我們也沒辦法 立刻做什麼 這個 解決的方案 那我也跟 秘書長們跟報告 是不是可以 今天 開放 故意錄影 跟全程的紀錄 但是得到了大福呢 是朝野也需要協商 那我想 我們希望 今天把事情做好 是不是大家容許 雖然這個程序上面 覺得有點缺憾 但是我們也補足了未來的 一些 這個想法 然後 還包括我們的 出面的意見的這個 立入紀錄等等 那 我們就 繼續進行這個 今天的座談好不好 好 這個這樣子 我們不會浪費太多時間 但是要跟各位先報告一下 好 因為剛才 夏立元主委 他在9點40分到11點半的時候 他因為另外有妙伙 所以他沒辦法參加 現在的討論 但是11點半之後他會回來 那麼這一段時間 由師傅主委 魏恩 來代表 列席 請大家的見諒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第二位 發言 就是 我們現在邀請政治大學法律系 請王文傑教授來 主席各位先進 我是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我們現在的經典 請王文傑教授來 就這個議題 就說個人一些情編 那麼 請各位先進 就交一下 那麼我想 這個兩岸其實上幾個 其實是條例的 定定的 真的 那麼對兩岸之間的互動 本來是非常大的一個要性 那麼特別是在民國就是7年以來 兩岸的自兵的這個 協商的簽署的這樣協議 已經告到21個 他所設計的印象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環境 那麼其實從 比較法的角度來看 從 美國的這個國會的觀察 以後 他在國際條約 或是 有關於這個行政協議的 親屬的過程當中 那麼 他會有相當的一個 扛到一個地位 那麼也就是說 在 國跟國之間 簽署的情況之下 沒有受國會的授權 或批評的時候 這個國際協議 在美國的國際 會有任何效力 那麼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晚近這幾年來當中 從老體有的協議 當著各國的這種 簽署 一直能達成協議 所以使得 區域的這種協議的簽署 或雙邊的協議的簽署 就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麼以兩岸為例 那麼我對中國大陸的投資 佔了 在國際20年當中 佔了 對中國大陸 對大陸的投資 佔了 每萬多歲 高達76%以上 那麼這是一個非常高的 一個戒隊之力 那麼 即使在 中國大陸為例 一直大火 在中國大陸外 反而不是 那現場的第四位 那麼 從民國就是七年以後 說 雙邊所簽訂的這種協議 當中 法國發布期限於經貿之上 而是一種 前法會 各個 行政部會 所設計的東西 都非常非常有它的必要性 那麼 我們在這次 回過來看一下 那麼 現在 在這個 國國現有金融的憲法 的框架之下 如何來強化 國會的監督 或參與 那麼 我們可以也是一樣 我想各位先進 都知道 進行大法會議 件事的329號 所立下的標準 來看 那麼 是不是涉及 國內是不是涉及 國家安全 有沒有涉及到 人民的權利益物 或是說 它必須進入 國內法制 或成為新聞法律 的效率之外呢 這都是在 學業簽訂當中 不必要的精態 當然這個 大法會議件事 329號 是在民國82年的 這個場景之下 所制定的一個情形 但是 我們仍然也認為 它應該也 極以跟兩岸之間 所建築的 這樣的一個形態 那麼其實這個規定 在 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當中 也有一個相當的 一個法院 具處的一個表達 那麼 在 目前 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還沒 監督條例還沒 正式立法 反正通過之前 那麼 現行的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也 都有相當的 一個法院的 預計在其中 那麼 所不同的就是說 呃 我們暫時其中 看到就是說 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 第九十五條之三 還有提到說 只要依照 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的 這種相當事項 所有行政事項 都不是用這個 行政真信法的 我想 呃 未來的所有兩岸的政策 或是一些協商機制 啟動之前 那麼可以有更多的 一些參與 那麼 呃 這個參與的時候 可以在協商交涉之前 都有很多的 政策 不同的見解 有更大的一個化解 而進行更大的一個共識 那麼當然 這樣的話 誠心的可以更透明 也可以使得 後續的協商內容 在未來 進入立法院的過程當中 可以更快 更大程度 得到這個 國會的一個認證 那麼 呃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95條之三 這個規定 是不是也可以 趁著這個 兩岸人民關係 的這個協商 跟建築條例的修法 的立法的過程 當中 我們已經並了 去做一個考慮 那麼 呃 再來就是說 呃 這個確實 呃 我們發現在 以韓國為例 它主要的原因 就是涉及到經貿上的議題 可是我們會發現 這個 兩岸協商與建築機制條例 所涉及的範圍 是前方位的 那麼你可以發現到 這個東西 操作盤蓋的範圍 就更會廣闊 也可以解除國人上的 相關的議例 那麼所不同的就是 呃 那這些內容呢 涉及法律的修正 或是因應 呃 法律的一定 一定的疑惑 那作為重力法院 是審議 或被查的一個判決的標準 那麼 就是說 那麼 因此呢 我們會建議當 這個條例 順利通過立法之後 那我想可能 在各個行政機關 在啟動 在不同領域上 不同意義上的 這種審商機制的 討論當中 可以先行做 對國內的這種法律的 這種審查跟 跟檢視 那麼這樣的話 可以 更早的去取得出 是進行未來 要進行被查 或是審議的一個模式呢 可以審查案的這種 呃 審商的基督呢 或是特別是 第一線的這種 交涉人員呢 有更好的這樣的 依託跟資深 那麼我們 呃 也會在實務上當中 當然 能看到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說 在無論是 四字深的9號 或是 兩岸民關係條例 第五號第二項 在實務上的使用結果呢 呃 我們還是希望 這個行政機關 可以藉由 會 涉及法律的修正的 單方的主張 來送立法院審查 那麼 一旦進入 這個念國法之後 可以去照國內的法律使用 那麼 這樣的話 可能在程度上 有點違反 這種法律法律的 原則 很值得一個意涵 在上面這五個人的見解 那我總來講 我們希望 這種協商機制 能夠更快的一個進行 那麼 因為 在兩岸的交涉的過程當中 推出的更多的 呃 事務呢 可以有更大的程度的一個進行 順暢的一個 呃 進行 那這是我個人的一些小小的建 那我先做 呃 一出鼓勵發言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王教授 很高興 接下來呢 先介紹剛才 啊 晚到的幾位 啊 學的專家 剛才已經介紹第六位 啊 啊 現在 在七位呃 呃 參加的是 群慎國際法律事務所 張志強法律部位 好 第八位是 中原大學 財經法律序 徐 韋全 副教授 好 謝謝 啊 在接下來是 平東大學 教育行政研究所 李明毅所長 歡迎 那 第十位是 政治大學法律系 廖元豪 胡教授 歡迎 好 接下來接下來就 第三位發言 中山大學 世衛系 蔡宏 正 教授 來發言 呃 主席在座的各位先請大家好 呃 雖然說兩岸 經歷過 一個很長久的那種經濟 跟文化的交流 但是 我還要請 容許我在這邊提醒大家 兩岸的失誤到目前還是非常難 敏感 而且是非常複雜 什麼叫敏感 因為 中國 或者民國使飯的話 可以稱為中國大陸對岸 大陸地區 或者阿共 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是我們建軍的主要假想 大家如果考慮說最近的南海、東海的爭議 日本的債軍配話跟民治安法調理的話 兩岸發生兵容相見可見 還是很搞的 那 各位想一想 日本2月8我們的官方死亡推幅人數才2萬到3萬 如果發生戰爭的話 我們年輕人死的可能是10倍這個數字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爆炸性質 兩岸的移動非常爆炸性質 那他為什麼他很複雜 因為 你看齁 中國 到目前為止是全世界唯一的國家 他在政治 經濟 跟文化上都是有系統的 非常積極的 要消滅台灣主權的國家 所以我們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 很難把它單純化說 這個是一個單純的 國跟國之間的意義 就像我們跟美國簽經濟學院一樣的考慮 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本來是不猛其力的經濟活動 比如說陸克蘭觀光 只是因為我們邀請了某些人 來台灣演講 你讓中國政府不高興 他就把你限索到陸克蘭的院 以前 我們台灣在威脅時代 都有一個說法說 人人心中有一個小金鐘 所以這告訴我們兩岸協議的簽署 即使是經濟協議 他的政治利害 他的可能的武裝衝突 都還是存在 他是充滿著各種可能的爭議 那這個爭議會來自三方面 第一這個程式是這樣子 就是說 每一個協議的簽訂 比如說 胡茂啊 郭茂啊 那這個爭議會來自三方面 他對某些產業會造成利益 或者是傷害 而這不同的利益跟傷害 如何的權衡 這些計算 在經驗事實上 會充滿爭議 因此 充滿不一樣的看法 因此他會有爭議 那解決這個第一個程式的問題 其實說簡單也很簡單 就是你把資訊充分解錄就好 你有你的資料 我有我的資料 我看法不一樣 那我就把資料拿出來討論 可是說難那其實也蠻困難的 我舉我自己的一個例子 在2009年我們要簽ECFA的時候 大家也是吵得蠻厲害的 八哥 一哥八嫂 那那個時候陸委會 不曉得去哪邊聽來 就說 這個審議民主的公民共識會議 好像很不錯 很有說法 那就找我們這一群的戰友去問一下 要辦那個審議民主公民會議 那我後來就跟這些官員解釋說 公民會議的特色有兩個 第一個資訊透明 第二個因為資訊透明 多元神異 所以我們不保證他的結論 我們沒有預設立場 那資訊透明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公民會議裡面的公民小組要求 我們要看我們說那時候爭議很大的GTAB 全球貿易分析模型 那怎麼算出來他的實質的利益或失業率 那我們就有義務要跟陸委會拿GTAB的資料給公民們看 那講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那位官員就臉色大便 然後資料就往桌上用力甩說 一定什麼都要這個資料 我不給這個資料 那後來他可能覺得自己也這樣有一點情緒反應太急 他後來也對我很可惜 所以這沒有個人禮貌問題 我這裡講的不是個人禮貌問題 我這裡講的是資訊透明 那後來因為這一點 所以公民會議也要辦 他就是不願意釋出資料 所以第一件事情 資訊的充分揭露 才有辦法迷品分析 第二層是更深一點 有時候資訊不是資訊充分揭露問題 資訊已經在那裡 可是不同的團體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見 是因為他們有不同的詮釋 對這個經驗的資訊 那人都有不同的詮釋 這不同的詮釋 產生爭議的時候 一定要inclusive 一定要是包容性 擴大參與決策權 這個擴大參與決策權 不是只有專家學者的參與 而是要實質的公民充分參與 這個地方我再次舉一個例子 公民的觀點跟專家學者的觀點 常常不一樣 比如說GTAB 當時候設計出來是說 假如我們簽了一個貿易完全自由流動的話 台灣不會有失業 但是嘗試上是違反我們的經驗法則 因為我們是勞力秘籍產業移出去 那勞力秘籍產業雇佣最多的人口 他怎麼可能不失業 那後來我私下託朋友去問這個GTAB的射算 他是這樣設算的就是說 當勞力秘籍產業移出去的時候 我們的技術秘籍產業 其實會因為比較利益而擴大 那擴大的時候就會有就業人口的增加 而勞力秘籍產業失業的人口 就會往技術秘籍產業移動 也就是說簡單的講 雲林一個做毛巾的工人 如果失業以後 他可以去逐科的科學園區當工程師 或者是當清潔人員 不管 當工程師 這個在我們的經驗法則裡面很難 當清潔人員其實也蠻困難的 因為他必須理想必須去除房子 整個改變他的生活方式 所以專家學者的GTAB 這很深的這種學問 計算出來的東西 其實不符合我們一般常臨的生活方式 那這是第二點 所以第二點的那種解決方式 只有納入公民社會不同的邏輯思考方式 才有辦法理解 第三點大概是最深刻的那個一點 就是有時候不同團體 特別是在這兩岸關係上 不同團體不同意見 他反應的其實是基本價值的選擇 我講白一點就是同一個選擇 那這個基本價值的選擇 的差異 是沒有辦法迷品的 那正是因為他沒有辦法迷品 所以我要強調的是 我們的協議的簽訂 一定要在雙方都很嚴密的監督底下 把危害限制在各方各方面接受的一個特定範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最好是在危害即將發生 不可能發生的時候 會有有效的事情機制 而且能夠維護到危害發生之前的狀態 第三點如果萬一要更動我們基本的價值 就是涉及到比如說主權問題 軍事互信機制的分析 這一點特別謹慎 甚至我認為要有一個特別的處理程序 比如說公投 而不是在這種一般的那個貿易 那個協商的程序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很簡單講一下 如果我上面講的這三點能夠被接受的話 那麼我們行政院版本的這個草案 其實是讓人很失望 而且讓我很震驚 因為剛剛還好曼格蘭松強律師也講 就是我們整個的第七條的這一種 四階段的這種溝通與諮詢的機制 基本上都是屬於政令宣導 或者是用專家學者的知識力量 專技性的知識力量來壓制不同的意見 這不是一個溝通與諮詢的那種機制 它是大家如果看我都不再重複唸 它不是不斷的說明 不斷的進行政令宣導的那種說明 那審核的方式也是在行政體系裡面 我最後要強調就是說 我呼籲政府不要低估了 這二十幾年來我們高等交易擴張之後 所培養出來的社會 公民社會的多元審議能力 公民社會絕對有能力進行 對政府提案的那種審議 那所以如果政府一直要用單方面的政令宣導 跟專家知識的一些專機性能知識 行政程序法律知識 經濟的計算 模型計算 來處理意義之身的話 那只會讓民間的聲音更不信任政府的決策 那事實上你如果用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你就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版本 不管是國民黨版本 或民進黨版本 都是在不同的議題上面 或遠或近的去反對行政院這一方面 對風險低度風險評估的一個那個聲音 不信任的聲音 那所以我最後強調就是說 政府一定要誠實的去揭露資訊 然後去考量這個民間社會多元的審議 你誰受害 誰可能造什麼風險 那你一旦揭露它可能的風險跟缺點的時候 其實不會讓我們的公民社會反對這個意見 反而因為了解而建立起社會對政府的信任 那只有這個方式 我們政府的決策才能立即於社會阻攔裡面 獲得行使權益的正常性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好 謝謝 蔡教授的 好 好 我們接下來我們就請 不愧調查平安王校長 在 主席以及在場的專家學生還有一些官員 大家好 那首先我還是要先提出一個我非常贊同剛剛蔡教授的發言 就是我們要相信我們的公民是有能力可以來去對一些重要的議案 法律來去做出一些審議的來去做這些價值判斷的 前提是我們能不能提供給這些公民朋友充足的資訊 我們都知道在這個民主國家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應該就是資訊 充分資訊的流通 而我們也都相信 也都相信如果有充分資訊的流通可以促進這個社會更好的一個溝通 以及讓整個社會的價值跟政策可以得到更好的一個落實 但是在過去這段時間以來到現在我們發現到的事情就是 行政機關往往很不喜歡把很多的資訊充分的溝通 像以今天來說其實一個很覺得蠻荒謬的一件事情是 很多線上其實我們都知道立法院有所謂的IVOD 而且其實我相信這其實就是一個促進資訊流通溝通的一個手段 但為什麼現在IVOD因為種種的原因 因為剛剛聽起來主席又沒有挑戰主席才是的意思 我只是說為什麼在醫事處這邊還是可以決定沒有辦法有IVOD的轉過 所以我們線上其實有非常多的人來去關注今天這樣的一個 雖然本來教公廳會現在改成座談會 那剛剛李軍運委員也提出到底座談會的法律效力是什麼 以及到底今天我們這整場紀錄 不管從發言到錄影錄音這些東西會不會在立法院的公報當中可以查詢得到 這些都是一個現在好像還沒有聽到的提出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為什麼提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為今天彷彿是一個理事重演 如果現場朋友還有媒體記者還有行政官員 一年前的行政官員也許都跟現在IVOD一樣 一年前4月14號 就在去年4月14號 其實也當時是一樣的一個情形 兩岸監督條例沒有進行復委的時候 然後基本上就在立法院也當時是由張慶忠委員 召開了一個所謂的兩岸監督法 兩岸監督協議法的一個公廳會 當時也是程序問題就吵了一整個早上最後沒有任何提議 然後就散會 這次專家學者都沒有發言到 今天比較好專家學者也有發言到 但是同樣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我們必須要 今天如果今天的會議是不會列入公報 我們今天這麼多專家學者進行發言 會不會是一種浪費時間的一個狀態 如果今天我們的發言 在公廳會 最後每次變成一個合格言而知 行政官員也沒有任何對行政官員沒有任何的局數 沒有任何會必須要聽從這些意見 專家學者的一些看法的話 或是必須要做出一些回應的話 那麼今天開公廳 開這個又不是公廳會的座談會 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這是到目前為止我想 很多如果在看IBOD上的網友 那都會呈現一個非常困惑的一個問題 接下來下一個部分我要提出的事情是 我剛剛說在又公發言非常好 我們都要相信公民是有辦法擁有能力 來去判斷一些問題的 兩岸結論條例到底是什麼 兩岸結論條例到底要有什麼樣 目前有什麼樣的版本 目前各個版本當中有什麼樣的不同 到底大家的經典是什麼 這個社會上面有任何的充足的諮詢的揭露嗎 彷彿沒有 行政官員行政在陸委會這邊 一味的一直說 我們剛剛聽到現在 夏立衍主委也好 或者是林中生會長也好 提的一直都是在說 現行的兩岸結論條例 行政院版提出來的方式有多好和多好 但是有去考慮到其他版本 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一個修法草案嗎 發言現場也其實有一些提案的立委在這邊 為什麼沒有去跟這些委員解釋 為什麼這之間的爭點到底是什麼 以及這個社會上面到底有沒有去瞭解到這些爭點是什麼 經濟民主聯合提出了以及我們用網路的力量 我們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東西 就是人民改立法 我們嘗試了把各個版本之間的爭點 用一些簡單的方式來去呈現出這幾個問題 目前這個 算是一個小小的一個線上測驗 從今年318到現在已經有7000人以上做過這個測驗 也留下7000多的民意的紀錄 我們可以看一下下一張謝謝 我們整理了10個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關於B的定位 這邊其實可以簡報可以看得到 事實上我相信行政官員或是在場 其實直接在網路上面打一個監督條例的 免來立法就可以找到這個網頁 關於B的定位其實可以看得到 目前屬於A選項也就是行政機關的目前的說法 以一國兩區這樣的一個名稱 目前事實上在這7000人當中只有5%是支持這樣的一個結論 下一張 第二個問題關於公民參與的時機 我們看到92%的人都是認為政府在進行談判前 就應該要招待公平會讓公民有辦法去參與政策的行程 而屬於行政院版的目前只有6% 下一張 關於人權保障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看到93%的 你們都是贊成民間版 也是委呦 由美女委員提出的這個版本 認為人權保障應該要注意到這些項目 下一張 關於資訊公開的部分 我們也發現到92%都是支持 簽署前就應該要公開這些 關於在進行影響貧富民主監督這些 在協商完成之前就應該公開這些資訊 下一張我們看到 在國會的事前參與監督也是90%的人 是支持包含由美女版 李英雄版 台電版以及江喜成版 再下一個 我們看到國會在協商中進行的參與監督 我們發現78%也是比較多的人 也都是支持認為應該要像民間版這樣的一個提案 再下一個 在國會的事後監督也就是 就是這個政府談判在完成協議政治簽署前 政府需不需要向國會報告協議草約的完整內容 那國會有表達不同意見的機會 關於這問題96%的民眾也都是認為應該要應該是需要的 下一張 在國會的事後監督當中 也就是審議跟備查當中 也發現也是超過九成的人支持 認為立法院應該要慎重來去考慮 然後行政院認為只需備查小事 立法院當然也是必須要視為大事來去進行審議的下一張 之前事後監督的關係發現83%也都認為說前後都應該謹慎的來去做一個監督 下一張 認為政府有意味進行影響評估的範圍應該包含什麼 發現95%的人也都是認為應該對於全面性的人權國防治安財政這些全面性的去做一個影響評估報告 下一張 如果有質疑的時候發現97%的人也都認為民間是可以提出對應的評估報告的 下一張 最後一個問題認為說交付公投的問題 這邊很特別的事情是我們列的選項 72%的人認為應該要 不管是涉及國防外交財政經濟甚至是軍事影響到主權的都是必須要交付公投的 這個甚至是目前多個版本都還沒有這麼列到 我報告到這邊這次是10個問題 我會提出這個東西的原因是要讓大家知道至少如果我們做出完整的一個資訊揭露的情況下 民眾是會做出一些價值判斷的 我們不一定要去說這些價值判斷對或錯 但是我們必須去說服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支持這樣的版本 而我們看到的一個最簡單的數據是行政院的諸多條項原則 在這個這個簡單的線上設計當中 他說取得到的支持幾乎最高的不會超過6% 為什麼行政院你們提出來版本 你們提出來的原則在民眾接收到的這些判斷當中是得到支持是這麼的低 這個現在我們相信因為我們是用民間的我們自發公民去做的事情 我們相信我們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如果是行政機關用你們龐大的人力物力來去做 我相信可以做得更完整可以觸及到更多的民眾 那我要問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你們不能做 截至目前為止 關於各個版本之間或者是單就行政院你們所提出來的這些原則當中 有沒有跟民間做一個充分的說明溝通 還是開一個所謂的座談會 就嘗試認為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希望這個問題回應大家蔡教授的所說法 我希望行政機關應該好好來思考這個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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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馬先生的這個高見 其實剛才很多的這個發言的學者專家都提到說 資訊的揭露我想這是我們立法院應該最應該要解決的問題 據說到現在為止是沒有影像沒有畫面沒有聲音 我想是我們將來在協商的時候 應該有些特定的一些議題都給開放 外面我們充分了解我們討論的內容 但是我剛剛也建議了就是我們今天發言的學者專家 是不是可以提供書面的一件 讓我們下一次的輪子主席 看看建議能大陸 這樣我們各位的意見 至少還可以留下一個書面文件 好 我想這些這些都是我們後續 然後在一個陸入續續來課題 我們接下來再請中正大學謝哲勝教授來發言 好 各位先進 各位學者專家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今天呢 其實上一次的去年的4月4時我有來了 確實是我可能三個小時我還有事我後來就知道了 那我想我今天我就從依這個討論提供的順序 來向大家來報告 第一個是說談到憲政的分跡 那我想我們談很多事情 就是說還是要從我們現行的法制制度上的危機度來探討 也就是說如果法制制度是大家是有爭議的 那其實我們應該行政立法部門去修正我們這個制度 所以我是從我們現行的法政制度來探討它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憲法目前定義兩岸呢 它是一個兩區啦 所以才會有我們現在交由這個內政委員會來處理的問題 你如果把它定義為兩國 那可能就到外交委員會了 那所以就是說我們兩岸的協議呢 當然也是一個涉外的協議 所以在處理上呢 確實也都是准用條約案 因為其實兩岸目前都是有主權 雖然這就是還有爭議 那在賣利協議上呢 法理上也是視為呢 憲法的條約案來加以指定 這個從我們的大官會一起使 就是產生這樣的一個原則 那所以呢 在條約案的這種締結呢 事實上是行政權啦 那這個立法院呢 是有抵決的權利 所以就是說呢 其實兩院它都有它的固有的這個權利 就是說當然現在其實我想可能很多公民團體或者說立法院會覺得說 我要事先就做好多的這樣的一個參與跟介入 那這個其實就涉及 就是說權利分立的一個最核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三權它都有固有的權限 那你國衛有立法權 我有一決權 我當然是可以不讓過啦 這是當然的 但是行政院呢 它也有它固有的權限 行政院它有固有的權限 也就是說呢 我行政的事項其實這個權限在它 那這個可以就是說 有些事項呢 它是可以決定它要怎麼做的 但是立法院你如果不同意它的做法 你最後就是否決嘛 所以我才說 現實上確實就是說 行政院在簽訂前呢 確實你在決定要參與什麼動作的時候 你在行政權你有你固有的權限 可是你如果不溝通 立法院不認同 或者是說公民團體藉由它去影響立法委員 它不認同 那當然就是說呢 你可能沒辦法通過 所以呢 簽訂協議前的加強跟立法院的諮詢跟溝通 在現實上是有它的必要性 那第二個呢 是談說 那在憲法架構上呢 我們如何去強化 國會的這個參與跟監督 那我想這個部分當然是 因為這個立法院是最關心的 就是說 你這個行政院呢 在以前呢 當然現在已經不是了 以前會把立法院當成 好像我行政院的立法局一樣 我做了事情之後 然後你來背書就對了 那 所以就是說呢 那我是覺得說現在可能 這個在行政部門呢 要注意說 要尊重立法院它的固有的權能 也就是說呢 我是有議決的權利喔 所以呢 你應該要對我立法院去做這個溝通 跟說明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的憲政體制呢 有賦予國會調查權 事實上自治的325跟585 很明確的這個告訴我們立法院 你有國會調查權 可是我們的國會好像目前不大行使這個調查權 那所以就是說其實我會覺得說 我們立法院很關心的是說 那你行政部門在很多東西都不給我看 那其實在法治上 你立法院是有這個權限的 你是可以行使你的調查權 那這個是在4-585那邊呢 是有交代的 我想只要是念法律的人都可以分析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呢 我們如何在兼顧資訊公開跟協方談判的需求 來強化公眾的這個參與 那這裡其實當然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行政部門呢 有些人會去披靡行政部門 他有時候不大願意公開 那這個事實上 是在4-585呢 其實也有講到啦 就是說 行政權的行使 有些是涉及 這個 不適合公開的部分 這樣講當然不是幫行政院 來說話 在學校 我們都知道說 學校不公開的事情太多了 那這個當然 我們一次可以去挑戰它 但是要從學理上來去看說 有沒有道理 那我是說 在這裡呢 4-585是說 行政部門在符合行政特權的時候 它是享有不公開的權利 所以 到底是不是你的行政特權 這個就是立法院的調查權 它要去做 就是說呢 立法院我要反映名義 我要去要求你通牌 要求你偷通 那所以呢 就說 這個 有關於 他想要知道的這個 這個部分呢 我會認為說 將來應該是由這個 這個行事調查權來去處理 那當然就是 談判細節 有些應該要溝通的 當然應該要溝通 那有些呢 如果覺得你不適合溝通的 那你說 這個是涉及機密 那將來還是可以藉由調查權的行使 來去解決就是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涉及機密 那 確實就是說 有些人不主要開公聽會 或聽證會等等 那我覺得我都贊成 就是說 在不涉及行政特權的部分 應該用一個比較嚴謹的公聽會 或聽證會 那目前 法界的 學界的這種 看法是認為 聽證會是比較嚴謹的 那但事實上 那另外就是說 影響評估這個部分呢 我會認為說 影響評估應該要分為 經濟協議還是政治協議 那我會覺得說 經濟協議本身呢 應該是要比較寬鬆 比較寬鬆 那政治協議的話呢 我就認同就是說 在協商前 因為政治協議可能會涉及主權 那應該在協商前 要嘛就是公民投票 從頭我也贊成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都是 立法院的議決 還有一種就是說 全國過半數的 這個會議來通過 當然也是可以 那最後就是 有關於這個立法院審議 跟被查的區分 那我覺得說 當然這裡其實大家都有提到 就是說法律性質當然是審議 行政命令性質當然是被查就好 但是如果說立法院 覺得這個特別重要 那我就是要審議 那當然議論上也是可以啦 也就是說到底要審議還是被查 這本來就是立法院的權限 那最後我覺得說 行政跟立法都是國家的公權力 其實在權力分立之下 應該都是為了國家整體的利益 來去行使它的權限 所以我會覺得說行政立法 如果真的有爭執的話 然後又沒辦法解決 我會覺得送立 送這個司法機關 其實我們的憲政體制 其實也要提供這個解決的途徑 好 報告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徐小說 非常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就請 看中大學 看書 主席以及各位先進大家早 今天非常榮幸 我一定有機會來參與這個 本來以為是公聽會的座談會 那我是山莊大學 工程法律中心主任 范樹林 那針對五個討論題 跟我綜合有五個意見 那第一個意見是說 在我想從剛剛的 各位專家學的報告裡面 都可以看到說 大家非常認同 我們其實目標在追求 行政效率 與立法監督權之間的平衡 那從這個來追求 這個平衡的角度來看 我們這個行政院版 所提出來的監督條例 那我們看到說 從第六條裡面 有提到說 有分為四個階段 跟這個立法院院長 副院長等 來做溝通與諮詢 但是我們想要問的是說 溝通與諮詢 如果溝通之後 溝通之後不通怎麼辦 意見不同的時候是怎麼來處理呢 那這個另外的立法委員 或立法委員的意見 是作為參考 那這樣立法委員的意見 所提供的意義的實質價值何在 我們想要再看在第九條的部分 在這個初審或副審的部分 我們都可以看到立院的角度 立院的監督就已經不存在了 在初審的時候是由行政院來指派 相關的政務委員 或者是召集相關的學者 那至於選者是如何來召開 然後召開完之後 初審在什麼樣的角度 下是成立的 是應該在什麼條件下 認為是通過的 好像是都沒有一定的 都沒有約定 那副審有一樣的角度 所以初審、副審 在這邊我們看不到 立院的監察的角度是在哪邊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第十二條 說協議簽署前呢 應該暴行行政院同意 那我想是因為是行政院版本 把行政權做這麼大的擴張 我是我覺得是不容苛者 不過我們如果在立院的角度來看 我想這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在簽署之前 只要報經立院同意 完全沒有在這個角度上 我想我們剛剛大家所認同的 這個行政效率跟立法院的 這個監督的平衡上面 我想顯然是有失去平衡的疑慮 那第十四條我們也看到說 在這個協議簽署後 如果有涉及法律修正的這個條文 才要報請立法 報請求行政院核轉立院審議 這是我覺得非常訝異的一條 就是說當你的協議內容 是跟我們的現行法律是有衝突的時候 你是先簽了協議 然後才進南立院去做這個審議的動作 我想這個在這個時間區上 是滿佛令人訝異的一塊 那也在從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在我們一直提到 國外有調查權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的行政院已經花了這麼多的資源 去做談判去做協議 甚至已經做了簽署 然後才進入立院來做同性的審議 那如果審議的結果不通過 那我們過去所花的時間 所浪費的是不是都是我們的資源 跟我們的整個實驗 包括整個這個代表 這個談判的這個權利的質疑 是不是都會產生 如果我們今天 嫌疑簽署後才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我想這是很值得商榷的地方 那在第十七條的部分也提到說 律院審議未通過或審達未雨被查的時候 是需要與對方重慶協商 那我覺得對於這 是需要這三個是會違壓 也就是說 立院已經未通過 而且會雨被查了 那行政院只要是需要 那什麼叫需要 什麼叫不需要 那如果行政院認為 律院未通過 會以審查 會以被查的東西 都是不需要重啟協商 那立委委員所審議的結果 意義又是何在 那最後第二十條裡面提到說 這個審議通過的協議跟法律 就同等的消利 我想這個 我也有一些質疑的地方 那在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是認為在這個平衡上面 就是行政消利跟律法的監督的這個平衡上面 在政院的版本上 我個人認為是確實是應該有在調整的這個需要 那另外第二點我想提到就是說 我們很多學者或者很多專家都會去參考 美國促進貿易授權法的這個相關的規定 那我覺得當然這個 他跟私實可以公錯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不過我也覺得在本質上是有一些差異的 除了兩岸的這個平衡關係 我想很大一個差異是這個貿易授權法 很明確它就是貿易部分 可是我們的兩岸的這個協議 並沒有限於貿易 這個協議是任何協議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類型上面 不管是財政、經濟、外交、國防或國家安全上面 這類型上面的我認為是要進行 可能這個看法 可能跟目前各方面有一些些不同 我認為不應該適合使用 應該要分類 就是分類分級的方式 對於不同的分類 可以不同的條件 然後來讀這樣的情況下 才有辦法來經過這個 行政消利跟立法檢測權的部分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因为我本身也是大疆大学部务系 名剑7的与资讯科技组的老师 所以我也相信资讯科技 其实可以应用来解决不少的问题 那我认为第一个可以解决问题 就是在我们相关的版本里面 都有提到邀请专家学者 或者是这个利害关系人 或者是公民团体 在这些规定上面 师傅都没有约定 到底是哪样的人算专家学者 哪样的人算利害关系人 再者那到底要邀请多少比例的人 多少人数 好像都没有这样的约定 那因此我想从我们公共法律角度 我们在做这个很多这个制度上 我觉得是可以来参采的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来建立这个资料库 专家学者或者是利害关系人 或者是或者是这个这个民间的团体 是不是可以就你所认为 心理相关的领域去申请 然后作为审查 例如资料库里面 那最重要的呢 就是召开会议的时候 不管在游行日元召开 或者在立院召开的时候 我们建议可以透过这个资讯科技的方式 就是在资料库里面的人 用电脑随机的方式来选择 而不再透过人为的方式 那我想真理主题比较刚刚所谓 对政府或者对很多作为不信任的这个质疑 就是专家学者的邀请或者是这些相关机构的邀请 应该透过这样资讯科技的方式来取得这个平衡 好 所以最后呢 可能没办法把它完成讲完 不够的话 最后我认为 综合我们刚所的建议 我认为在这个四个阶段 是恰当的 不过四个阶段 我认为第一个 这个协商议题形成的阶段 就应该跟立院来做报告 而在这个立院做报告的时候呢 应该就刚刚所说的分类分级去做与确认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目前要出去协议的这个议题呢 是应该适用哪样的程序 要多久的时间 我想时间是要定定的 因为在经过行政效率上 要多久的时间 然后表结人数等等规定 我想这是在议题形成的时候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在议题业务沟通的阶段 我认为我建议 就是应该透过资料库的方式 来用电脑随机来选专家 利害关系人生公民团体 依照它的内型议题 来做这个表决 或者是做这个比例 尤其在这个表决方式上面 最后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在协议清楚前的阶段 我认为也应该按照分类分级 来去考量 是应该送立院准的 或者要过公民护权 或者是立院备查 那更重要的 我认为在签署前 已经都已经大概定案了 那我认为这是 一定是要资讯公开的阶段 所以我认为应该透过资讯平台 把所有资讯都做这个公开 以及把必须修正的法律 都必须先云列出来 那最后再进入这个协议签署阶段 那我就认同在协议签署阶段 我就应该为了达到这个效率 我们就规定这个要规定 就署计列这样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内要完成表 以上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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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图表,从这边看法比较简单,只要有这样子人群细律的争端发生的时候,就可以即刻取得两个权限,第一,它一般可以进行侵求求上,第二,除此之外,另外一方还能可以进行请求终止这一条,如果我们在仔细观察这条款的话,我相信大家可以发现,也就是代表说另外一方, 真正的另外一方可以不需要经过疏伤,就可以直接的进行终止条款,也就是所有人还在预作中的条款,只要在另外一方主张有人权侵害的疑狱发生的时候,它就可以进行主张终止掉整个运行的局势,我想在座的各位专家也应该跟各位朋友,如果我们从法定性的角度来看的话,根据这样的条款, 运行的整个机制的安定性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不免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把诚意很高的人权条款纳入的话,我们就一定要牺牲掉整个机制运行的安定性跟稳定性吗? 我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下一张同一篇里面,这边就是要讲欧盟跟南海已经签署,并且已经在2011年生效的FTA条款里面,可以得到一点点的回答。 在这个欧盟跟南海已经签署的FTA条款里面,我想我们知道,欧盟是对于人权的保障的诚意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事实上,它也会不断的试图要在中间的条约签署的FTA里面,尽可能去纳入这样的关于人权的条款。 那这样子的原因,事实上的主要是根据里斯本的条约第六条里面很明确的展示说,对于提倡跟维护欧盟所建立的核心基础价值观,这样子的价值的东西呢,欧盟是有提倡跟读股的意义,所以换言之,欧盟在,而第六条里面,欧盟事实上是直接有一个法律的意义,要去对这样子的事项做遵促跟维护。 那么,第六条里面,里斯本的条约第六条,又明确的把人权维护相关的事项,明确的列为这其中的事项。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在早期跟周边的欧洲已开发国家签订的FTA中,都很明确的纳入了人权保障的条款。 但是,在这个2011年生肖的跟南韩签署的FTA条款,一般被选择认为是一个很具体系统性的展现,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产品。 它会被这样子认为一个原因呢,事实上最主要是,这是欧盟跟非欧洲国家所签署的第一个FTA中成功的纳入了人权条款的结果。 那它之所以成功的纳入,将这个人权条款第一次的跟非欧盟的国家里面可以成功的将它纳入在相关的条款里面。 主要一般对贵宫里面有一个缓冲机制进行采纳。 那这个缓冲机制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这张主要好了。也就是说在原来谈判的过程里面,欧盟原来主张的整个关于人权条款,如果有人权争端发生的时候,整个争端机制解决设计原来是蓝色的情况。 也就是如果有左边的争端发生的时候,另外一方取的是两个应对的措施。第一是它可以取得及时的采取一个适当的应对措施来应对这个发生的争端。 除此之外,它也可以进行的将这个争端相互仲裁,试图经由仲裁的机制,透过仲裁机制的运行来解决证。 但是重点是,在蓝色的这个部分的机制里面,不管它采用哪一种状态,会让整个原来已经在运行的机制都会处于一个占领的状态。 也就是说,相对之下,它的安定性还是有性,虽然是在暂时的状态,相对于有委员的版本,整个就是种子。 这个只是暂时的状态,但是它就已经具备有点不安定性。 而这个不安定性也就在产判桌上造成男人代言。 所以双方就不断地在协商沟通,之后提出了红色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不安定机制。 也就是说,这个新的机制是要求双方在有争端发生,不管要采行蓝色部分任何一个机制的时候, 他必须先即刻通知对方,再通知对方以后呢,强行经过20天的期间,也就是一定要经过这20天的期间。 在这20天的期间之内,极致强势的要求双方去进行对话协商。 试图藉由这个协商对话的机会,能够提前的争端给化解。 如果说,如果我经过这件事情仍然没有办法化解结果的话,才继续去运行,才有价格像那两个蓝色的一对出来。 所以我想呢,从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些经验就是, 就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欧盟提认到一件事,就是人权对人权的维度,人权调法的设置,不管诚意再怎么高, 它又能够发挥后面的一个保障效果的前提是什么? 它必须要能够落实在这方面,它必须要能够被谈判桌上的另外一方接手,才能够产生什么效果。 那他们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所采行的手段,是什么?就是妥协。 妥协于双方对于人权的认知维度上,可能会有一些差距,而造成对方会有一些疑郁。 对于这样的状态,去认知并且妥协,而且采行,才使得整个承担和顺利的事情,人权调法是一样的。 我想,如果从这样来检视台海双方的信号,我们大家应该也都可以提到,存在于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在人权的议题上,双方不管在认知上,或者是在法制面的弱势上,差异性远远大于韩国跟多文之间的。 所以如果在这存有这么大的差距的预律之下,如果说我们要主张在现在我们在讨论监督条例的时候,我们要采用第四条案里面,第四条,第三条,存益这么高,安定性这么低,也就是另外一方可以在争端和预律发生的时候,进行终止整个机制,这么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很显然的预见,它一定会在后续的谈判里面造成实际的障碍。 那这个障碍也就可能会造成后续的谈判没有办法落实,而使得目前频繁的往台与台海双方之间的台湾人相对的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取得。 它应该盖的。 以上是我的报道,谢谢。 好,谢谢掌握的看法。 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中文明大学习伟群的。 主席,各位先进行吧。 下一个段时间看吧。 我们申请加入养华的事件,已经充分的说明。 我们的政府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交涉以后,根本就是自动取消。 并不是在什么,一中原则,一中个表,一中中华民国的这个原则下进行的。 当然,也不是在所谓的以中华国信法的一国两则下进行的。 其实追溯以往呢,少在一些追溯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 那我们的政府呢,跟中国交涉的时候,我们一次都是把自己当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许。 所谓的一中个表,一国两师,都是拿来做院内宣传。 对于人民呢,来说也是什么。根本并不是官方行为的主持。 所以,现在已经骗不了人了。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如果真的要和政府,我们的政府,与中国交涉的时候, 是与中国民国宪法的一国两区架构进行的。 那么,就应该在我们所讲的监督条例里面, 把国家的积极性把它变成,拘束我们的民工行政机关。 本来民间百合,提出两岸协议建筑条例,将协议双方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时候, 他只是出于逻辑上的思考认为说,这里面的双方主体要讲清楚。 现在经过亚同河事件,已经证明了, 把国家的积极性标明在监督条例中, 那么先不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就是一个国家, 他和台湾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国家的事实。 如果政府真的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政治实体的话, 又真的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国两区架构下, 来跟他做交税,那么不要忘记, 所谓的一个事实存在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仍然是国际法上的一个政治。 因此,中华民国和台湾,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事实上的政治实体, 这往外关系,仍然是一种国际法的关系。 因此,双方的所谓的信息, 就是一种条约的信息。 那么,接下来很清楚, 国会对于所谓的两岸协议, 依宪法本来就有监督跟审议的权利, 都能够将于合作的信息。 当然先是有提到, 异决权,实际上国会的权利不是只有异决权, 还包括了监督权, 所谓票查权也是监督权的部分而已。 那么,前面的说明, 已经回答到我们原来讨论指标一跟五的问题。 针对讨论指标一, 台湾跟中华民和中国之间的协商谈判, 上谈判桌代表谈判是行政权。 而对于谈判活动加以监督, 以及对谈判结果加以审议, 是国会的不有权限。 这就是证判分级。 这就是宪政院版本当中, 这样子完全, 几乎是完全剥夺了国会监督跟审议群的, 这种版本才是真正的宪院宪政分级。 因此,中华民国针对这个提光五, 这个既然中华民国呢,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实体的协议, 性质上就是条约。 那么原则上, 就是应该由地方人员, 以条约的方式来进行审议。 只有所谓纯粹的, 清楚性的规定的情况, 才可以被认为一次行政协议, 才可以有所谓的审查的解析程序。 这样子, 这个是关于提纲五的规定。 那么至于提纲二跟三, 很明显的, 要强化国会, 既然国会的监督选是, 监督选跟省选是固有群现。 那么要强化文会对两岸, 地约行为的监督跟省选, 就是要强化第一个咨询公开。 那这包括呢什么? 包括, 地约计划阶段, 谈判单位应该向国民, 以及立法院提出订阅计划。 在协商的阶段, 应该公开阶段性协商的结果。 官方必须对初步的协商结果呢, 进行人权, 环境, 国家安全的各项影响, 提出于立法院, 并且进行人听证程序, 让民伏的资讯可以得到解释。 并且在冲击过大的时候, 国会有权要要求, 谈判单位的重极谈判。 这也就是, 同时回答了提告市场的问题。 请不要说, 这些资讯公开跟监督审议的机制, 是妨碍谈判而不可行的。 韩国的通商条约递解法, 第四条, 就已经规定了资讯公开原则。 他要求, 这个关于议约容计刑执行, 不得以通商协商的进行为理由, 而拒绝公开。 韩国的通商条约递解法, 也要求官方在进入跟对手谈判之前, 必须提出议约计划, 向国会公开, 也向国会公开。 然后之后的谈判行为, 也必须符合议约计划中的规定。 这就是透过资讯公开的方式, 来避免行政群的钻断。 韩国要求议约机关必须要公开的资讯, 还包括了在谈判中跟议约计划出现重大差异的时候, 必须提出报告。 在谈判达成协议时, 必须提出涵盖广泛的影响底部报告。 而这些报告,除了必须是书面报告之外, 也必须符合国会公正程序的影响。 请不要说, 协议的签议, 贸易协议的签议一定要有所谓的快速公关解释。 也不要说, 国会有史前参与的事后审查就要解释。 这是必须提出当然的事实。 美国的TPA快速公关授权, 在2011年已经终止。 美国政府现在在谈TPA的贸易协定, 他们要求国会不再做授权。 现在有没有授权呢? 当然是,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 更何况, 即使是美国的TPA的, 也不是像行政院版本的那样, 把国会的角色呢, 每次说到只有听取说明, 呃, 被动角色而已。 相反的, 美国的TPA至少还要求在谈判的事前, 事中跟签决阶段, 行政权呢, 要让国会知情, 以及呢, 要和国会协商。 而国会呢, 是有权对谈判行为设下, 国会认为应该有的原则。 国会是有权责的。 只是做出某种, 让TPA之下, 绝对不是沦为行政权, 说明多数的正向。 美国的国会呢, 额道指出, 没有证据证明, 这种通关机制, 会沿路美国各项FDA的谈判行为。 好, 最后我要再补充, 郭卓立法院, 憲法上不有权限的行政院版本, 绝对不能通过。 好, 谢谢徐教授, 好, 接下来请, 平中当局。 好, 所长。 好, 在你所长发言完之后, 我们休息时间就好。 感谢主席, 好, 各位学者先进, 还有特别的朋友, 我是林律平中大学, 李老师。 很荣幸来这边, 做一个这么高的人的发言。 首先, 外大友才能够做吧, 你能够说, 你能够说, 你最后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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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通简的影模。 我还是回对他们的通话来说, 第一个, 在这个显摄定义上, 有这样的可能性, 这只是媒体他们需要的效果。 最后看一下, 不是我不要回说到一个, 宪法的概念, 我想说, 亲近各位, 论文这样的一个, 法律的支持者, 还有两岸条例的现况, 他的规判就是, 一国人群, 一个, 中华民国, 台统去, 台统去法地区跟高地区, 你可以不满意这样的一个, 法律的规判, 但是, 你没有办法去否认, 这样的法律规判的一个, 基础的事实。 所以, 在这种情况里面的话, 在你, 两岸条例的概念里面的话, 他不应该用, 所谓台湾跟, 中国这样的一个, 国与国的关系, 去做, 一级协议的处理。 因为这其实是, 对于, 县法的过期。 当然, 我们都认为说, 两岸的一个, 关系跟境外是很重要的, 可是, 这个解决方式, 不在两岸条例的, 因为, 两岸条例的, 它可能是, 所以, 如果你要改变的是, 这个法律的主权状态, 未来的一个, 所谓的, 国家的地位的话, 应该回到了, 就是, 限管一四条的, 不有的领域, 还要去, 征修条例的部分, 修正, 加上, 按理法律的一个, 内容的法律, 这是一个大工程, 在我看起来, 目前, 中国总统兵长执政的情况里面, 大概不会去修这个工程, 但, 例如, 总统大学, 他也要考虑说, 修这个大工程的一个, 政策跟其他的一个项目, 但是, 这个就是去讨论, 你不喜欢, 目前的法律状态, 可以做修正, 但是修正, 你不一定的法律程序, 但是程序的部分, 要考虑他的政策经济, 其他公民的意见, 我想, 很多在场的公民的意见, 大概就是说, 一边一国, 两边是两个国家, 我们可以接触这样的论述, 那这个论述, 还不是限制法律律的现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在那个, 看他对法律的教学过程里面, 以后一些, 民主政治教学过程里面, 因为我们也教了, 我们知道, 行政局在于执行, 立法律程序在于审议, 司法律程序在于, 所谓的司法律的监督, 这个当然, 权力分裂在里面, 很多先进跟序者都知道, 但是所谓的行政执行权部分, 当然, 谈判的过程就是行政执行权, 立法过程就是一个, 预算的审议, 法律的监督, 法律的审议修正, 对于重大政策的一个, 所谓的不觉, 立法律程序, 司法后就违法律程序, 我都想让你更清楚, 因此在这个概念里面的话, 在权力分裂里面的话, 立法部门就不以探员, 加入协商这个法律, 因为他已经毁严到行这个立法权, 因为我不晓得哪个立法委员, 代表所有立法权, 推到极致的话, 应该是立法院长, 或者说立法院长, 应该去加入协商的团队, 进行这样一个协商的一个事务会对, 或者各法反押派行政执行, 但是在一起已经混淆了行这个立法权的部分, 就关于立法资权的部分。 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 我也提到有一位委员的提案里面, 他提到一个条文很特别, 他说,如果协商的协商代表, 他自身存在中华民国台澎金马土区, 对中华民国台澎金马土群省, 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样的一个法律序办, 其实我会觉得非常的厉害,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法, 叫做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它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 来做一个所谓的触刑。 这触刑的部分, 它就是所谓所谓主权。 那我们在交主权的概念其实里, 一个是对外代表权, 一个是对内的统治权。 那对外代表权部分, 大家很清楚, 都会交区块, 国际的组织方向。 那在这区文里面, 他大概很难再精准, 再减准的话, 大概也没办法进去。 那可就是统治权的概念。 那统治权的概念的话, 你会发现, 你牵涉到关税, 牵涉到武士权, 牵涉到货物人员流通, 包括关系的反馆等等。 那其实是统治权的概念。 那什么意思是要减损呢? 所以他已经确定在法律公司, 抗责给这样这个统治的, 在谈判代表里面的话, 我觉得是对谈判代表太大的刑状。 那相对而言, 假设立法和部门的交易当中, 谈判代表的话, 那立法部门也有多种监控。 这是个非常严格的监控。 它是用监控的模式, 在目前的洗法里面。 而且它想办法, 美国两岸调理监控, 一样的监控模式。 你觉得那个监控的强度就有的话, 持统可以去监控的调理, 然后加图那强度。 那我还是不正说, 这样的一个不能施杀代表, 这样的一个法律监控。 当然这边是适当的, 而且用的是一个确定的法律概念。 就是什么样准及中华民族, 还有经法地区确证。 这是我这个第三个概念。 然后做到这个过程的话, 其实我更是赞同所谓的, 我们资讯公开的。 那资讯公开的概念里面, 大家可以理解。 现在我们的那个网络直播已经在进行了嘛, 所以我们所有发言都在网络上面, 我们共同去, 蝦民共同去关注的意义, 可是事实上, 我们去年, 一整年之前, 会来到这个会场, 也做了三个小时之后, 我还没有发现。 可是我们去调, 一个人照片, 我们变成人情, 全部在网络上。 所以它是一个网络, 所以这个, 李明依教授是支持牛肉, 我们去调, 对啊, 也没错了, 我是190, 这是中文, 可是既过这样的一个, 人肉收集之后, 我们就非常不安全的, 我还没有发现, 我已经贴了照片, 基本的发言片, 那现在我们下面, 还是可以举行一点, 就是说, 李明依教授讲的方法, 你没有违反, 还不是签了一个发言片,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在环境网络上去的, 还有一支度, 还是准备的, 对于九二公司的支持, 两个人交流的信号, 我也是支持的, 所以我还是可以这样的说, 所以像是, 像是, 像是, 李明依教授的资料的话, 自己说, 李明依教授支持, 李明依教授的, 李明依教授支持九二公司的, 李明依教授的, 我想, 这么活动于一件事, 这是我会很败的, 这是我的人的权责, 但是, 像是, 像是, 你做回应的话, 他是已经天上不标签了, 我常跟很多, 法律老师, 还有我跟李教授老师说, 这其实另外一种, 往路霸凌啊, 啊, 往路霸凌啊, 找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啊, 像是需要监督你啊, 我也接受这个监督啊, 可是我发言, 具有这样免责权, 他又在立法监督, 好, 但是没关系啦, 我还是继续, 继续我的, 最后的发言好了, 时间还有一分多钟了, 那么, 就做一个简单, 我们可以发现说, 德国监督里面, 他是释出了所谓的, 能力的监督选择, 我们不凡对公民参与, 这是公民参与的一个制度, 机制, 必须要出来, 第二个, 在我们协法监督里面, 我会常常参与监督, 应该是对所谓的, 事前的审查, 事后的所谓的, 法律的标的审查, 我们再次去参与谈判的一个过程, 第三个, 在继续公共的过程里面, 公共参与, 必须要重复, 如果你现在公听会, 可以做谈判都不够, 那请公民参与更为具体而有效的, 公民参与的参与方式, 而不是说有制度公参, 请问谁代表公民? 巴黎的代表公民吗? 那可以目前一万人, 来对待这条部件的调查, 一定只能有它的性格跟相对, 它们更改成的一个, 所谓的可能的度差, 我想这都不需要天赌的, 所以我觉得, 国家的影响, 冲击情报都要做, 不管是对于正面, 或负面的部分, 有利的部分要产出, 有利的部分要产出, 我们现在到各个部分, 去跟民众做参与的时候, 绝对没有说, 有利有弊, 有利有弊的情况, 你怎么去做一个产出, 怎么把病人部分提升, 怎么把病人部分谈论, 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 所谓对他的统一的演习, 每次都讲得清楚啊, 而是对于法律性的话, 我们还是要做确实, 最后一个, 对杨栋性送立法律, 审议会对他调查, 还是要回收到调调调, 如果你对杨栋调调这个部分的内容, 不是很满意, 那请不要修, 他把病人部分做审查, 他的病人部分做审查, 他的病人部分做审查, 以上, 谢谢您。 谢谢您所长, 现在学习时间。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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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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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 谢谢。 。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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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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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了 感谢观看 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 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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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我们的 感谢观看 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 我们 就是说 要是说 这个四个人 有行动 我们 这个共评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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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会因为 我们 那就是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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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